《伍佛无门,为人自造》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伍佛无门,为人自造》 你好,你好 《感应篇散报》的最后对写 《慧缤》作了一个结论 道教的修行 古报就是诚心 佛法也只有楞严经上 说到了这种事情 通常佛法里面都讲六道 唯独论言讲七道 六道里面再加了一个心音道 经上讲的十种性 他这个汇编里面 都揭露在这个地方 诸位可以参考 可以看看 而道家本身 讲这个仙道 它也有高低层次不同 它最低的是鬼仙 鬼仙里头有些人 那么其次的人心 地心 神心 天心 最高的讲到天心 那么到天心 就是我们佛家讲的天道 我们看他讲的神仙 很像这个欲界天 像这个四王天 逃离天 而天心 高的可能达到色界天 那么这是修行的果报 儒家 祈求的圣人 行人 君子 佛家 祈求的是佛 菩萨 罗汉 可见的 修行 它都有个目标 希望 能振胜苦 这三教 古报 高下 有不同 修行的功夫 有差异 但是 若是从 断卧 修善 吉德 累功 上来讲 都是一致 那么由此 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 吉德 累功 断卧 修善 这个理念 确确实实 功夫 有秦深 不同 有广辖 不同 所以 果报 也有很大的差异 佛家能够达到 究竟的果报 就在 菩提心 菩提心 我们虽然听得很多 这个名词很熟悉 可是 说到究竟处 我们还是茫然无知 名词的含义 太深 太广了 不是我们思维 想象能达到的 凡是思维 想象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都不能超越意识 换一句话说 意识 是一个界限 是一个范围 这个界限范围 就是佛经讲的 是法界 突破是法界 才叫一真法界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一关 不容易突破 我们都是一时 在做主宰 用意识修行 修到最高 修到最圆满 也是天台家所讲的 相似极佛 不时分正为言 这个舍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 是相似极 虽然是不究竟 不圆满 也不容易真的 天台家讲的观行位 我们通常讲 功夫得烈 观行位 不能出六道 可以生 欲界天 四界天 乃至于 无色界天 不能出六道 相似 只出六道 不能出十八界 由此可知 修行正果 实实在在 不是一桩 容易思想 唯独 专制 修学 净土 这个是得佛力 加持 那我们又要想一想 我们凭什么 得佛力 加持 在《网神经》里面告诉我们 凭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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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能得佛力加持 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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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符合 佛讲的标准 佛所说的标准 人呢 设计 就是净业散腐 我们怎么晓得 在《网神经》里面 指点他 指点他 佛以神力 将摄方诸佛刹土 示现在他面前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 让他自己看 看了之后 他自己选择 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 世尊对他的选择 非常赞叹 这是智慧的选择 选择之后 怎样才能够生到极乐世界 那么佛在没有 说往生的方法之前 先说净业散腐 说完之后 佛告诉他 这三条 是摄方三世 一切祝福 敬业真因 这一句话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使我们明了 在佛法里面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你要想正果 这三条是基础 不管你学哪个法门 不管你学哪个法门 你都要以这三条做基础 你才能成就 就是三世祝福 敬业真因 那我们就晓得了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能不能成就 就是观察 这个三佛 你有没有做到 没有三佛的基础 是由哪个法门 都不能成就 念佛 也不能成就 也不能往四 于是我们就知道 这个三佛 太重要了 这个是佛法修行的 根本法了 由了这个基础 深信 切愿 求生 就决定得生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 这一生 纵然念佛 也不能往四 但是佛呢 绝不是白念 会得人天佛报 那么我说人天佛报 也一定要与 十善业相应 才能得人天 如果念佛 心形不善 还是有福报 这福报在鬼道 出生道里面就享受 地狱到了 纵有福报 也没办法享受 地狱是绝对没有福 可是你修的福 不会失掉 地狱出来之后 得鬼身 或者得出生身 得人身 佛报还会显起 这个 诸位从齐居寺这几天 讲的故事 能够体会得到 他说天佛山 有一些从地狱 刚刚出来的 那时造 五逆十五罪 夺地狱 地狱的时间很长很长 罪受完了 出来 出来之后 他们现在在鬼道 过去 决定与福法 有很深的缘分 所以从地狱出来 做鬼 还知道修行 找一个 清净修行的出所 他是附在人身上 传达这个讯息 他说的很有道理 山上固然有不少人 他不敢附身 这个附身对人身体 语言气 有很大的损害 所以他一定要找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 身体不好 体力衰弱的人 他都不找他 他还是有慈悲心 不随便的 不随便的伤害 所以从这些地方 我们很清楚 很明显地能够观察到 体会到 这些事实都是真的 决定不是假的 所以齐居士这次来 真的是佛菩萨叫他来 给我们做证 做见证 如其说 他到这个地方来 取经 来参学 不如说 佛菩萨派他 到这来 给我们做见证 增长我们的信心 希望我们的同参道友 将来有机会 到天目山去参学 帮助这个道场 把这个道场恢复 我们晓得这个道场 有佛菩萨 有佛菩萨 柱子呢 有许许多多 我们肉眼 看不见的人 在那里休息 甚至于他还透出消息 还有畜生 在那里休息 这山上有佛法 由此可知 佛法里面所说的 不分足力 一律平等 鬼也好 畜生也好 只要是真修 都得祝福护女 护法善神保佑 如果不是真修 心形不正 他说的好 出家的老和尚 八十多岁的老和尚 都被赶下山 我们听了 心里面很明白 也很安慰 只要有祝福菩萨 所在之处 那个地方 就是佛地 这个地方 就是保障 不会有大灾难 那是中国人的佛报 佛菩萨 神仙修行的出所 都是绝佳的 圣地 我现在是被 虚名所累 行动不变 要不然我听到了 我一定去上山 不去参与 所以希望同修们 要记住 这是个好地方 过去 我们也曾经听说 中国有许许多多殊胜的道场 但是感应 灵验 我们所闻的不多 尤其这样明显的感应 我们很少听说 我们知道 这是佛菩萨 视线 给我们看的 增长我们的正念 善心善念 免励我们 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要有成就 使我们拨持干头 更进一步 这一段 这个 汇编里面 诸德虽然 不算太多 但是 句句都非常精彩 都是取自于佛经 真是经典里面的精华 希望同学们 自己去看看 幕后 他去万善同归基里面 念句话 万善是菩萨入道之资粮 众行 那祝福祝道之接替 这个两句话 非常重要 学佛的同修 不那么有善心 不那么有善意 善心善意 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中心 心意变成行为 也就是善心 那么这两句话 我们换一种说法 善心善意 是菩萨 是菩萨 修行正果 必要的条件 必要的条件 善心 是一切祝福 祝福 祝道的 阶梯 是阶级 阶是楼梯 就是不住向上提升的因素 祝福 就是常讲的 分阵祭福 华言经上 四十一位法身大师 是分阵为福 虽然成佛了 还有结局 不断不断往上提升 善心 善心才能帮助你提升 超越四十一个阶级 整得究竟圆满的佛果 有可善心 善心 善意 善行 我们一定要学习 依照经典的标准 在我们现前的阶段 我们的标准 就是三佛 三佛里面讲的 十圣 讲的三规 讲的中介 戒律 最后讲的菩提心 身心因果 把这个善心 善意 善行 全都包括这其中 一定要顺从佛的教会 要放下自己的成见 把自己的分别执着 彻底 彻底放下 彻底放下 随盛佛的教会 我们这一生才会有成就 才不会困固 今天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些大端 介绍 过去 下面 从第三十七 这是第四个大端 说的是握抱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视频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视频 我们就讲到视频